欢迎来到我们的今日六度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骏 杨骏 我们将聚焦于美国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 讨论如果选举结果平局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 国会将负责决定总统回统 这将取决于各政党在国会的控制权 这样的局面可不是第一次出现哦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英超赛场的精彩瞬间 热斯队以4-1的佳计击败了阿斯多维拉 索兰克在下半场大放异彩 攻入两球 帮助球队实现逆转 不过热斯的伤病问题也不如忽视 两名球员在比赛中提早退场 让球迷们揪心 最后我们来聊聊 哈里斯在周六夜现场的表现 在一个滑稽的短剧中滑稽的短剧中 他将拜登描绘成一位健忘的老者 这被解读为他在选举前试图与拜登拉开距离的策略 这样的行为引发了不少讨论 尤其是在他的选举策略中 减少与拜登的公开露面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Telegraph 报道美国总统选举可能出现平局的情况 这意味着两位候选人都获得269张选举人票 虽然这种情况不太可能了 但如果发生将由国会通过所谓的应急选举来解决 众议院将根据获得最多选举人票的三位候选人来决定下一任总统 而参议院则负责选出副总统 国会的投票通常沿党派系进行 因此选举结果将取决于10月的下流选举结果 如果民主党保住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控制权 哈里斯和沃尔兹几乎肯定会当选 反之如果共和党赢得参议院并保持众议院 特朗普将可能重返白宫 历史上1800年的总统选举中 杰肥逊与博尔曾出现过唯一一次平局 The Independent跑到热刺在与阿斯顿维拉的比赛中 以四到一曲的胜利 前锋多米尼克索兰克在下半场的精彩表现 尤其是打入两球成为全场焦点 尽管维拉在比赛开始时领先 但热刺在下半场展现出强大的反击能力 索兰克的进球帮助球队逆转局势 主教练波斯特·科格鲁称赞索兰克的努力和贡献 尽管球队在比赛中损失了几名球员 但他们的表现依然令人无误 热刺的胜利使他们在英超联赛中上升至第七位 而维拉则遭遇连败 主教练埃梅里对此表示接受结果 认为球队在下半场的表现不如上半场 Telegram还报道副总统哈里斯 在周六月现场中的一段小品中描绘了总统拜登的脑态 意在与拜登保持距离 小品中拜登被呈现为迷惑的角色 哈里斯则试图借此机会增强自己的选民支持 随着投票日的临近 哈里斯逐渐减少与拜登的联合露面 认为这样可能对他的竞选产生负面影响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对哈里斯的表演表示不满 称他没有实质性的政策可以提供 反而是在幻想中与精英朋友们进行表演 此时特朗普则继续声称拜登是被政变推翻的受害者 试图在选民中塑造对拜登的不利形象 德意志之声报道 随着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的临近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再次承诺要让美国再次伟大 特朗普的立场引发了不同的解读 有人视他为想人 有人则认为他是一个骗子 他的政策不仅将影响美国的内政 还将对外交政策产生深远影响 特朗普在竞选中 重申了他的经济计划和对外关系的看法 试图重新赢得选民的支持 尤其是在他任期内的支持者们 同样来自德意志之声的报道 阿里斯的政策立场与现任总统乔 拜登的相似之处引发了人们的关注 尽管他在拜登政府中担任副总统近四年 但他是否能在未来的选举中展现出独特的领党力和新鲜的能量 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环球邮报》报道 摩尔多瓦在紧张的总统选举中投票 现任总统玛雅·桑杜与一位亲俄的挑战者展开巨逐 此次选举被视为决定这个加在乌克兰和罗马尼亚之间的小活会来走向了关键 桑杜在第一轮选举中获得了42%的选票 但未能直接获胜 面临着来自俄罗斯的干预和选举舞弊的指控 桑杜的支持者担心 如果他失利 摩尔多瓦可能会重新陷入俄罗斯的影响之中 选民们在投票时表现出的紧张气氛 反映了他们对国家未来的深切关注 许多人希望通过投票来阻止摩尔多瓦被卷入邻国的战争之中 The Globe and Mail报道 美国总统选举在两天后即将进行 选情十分紧张 根据最新的民意调查 民主党候选人 塔玛拉哈里斯与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的支持率几乎持平 哈里斯略微领先 但仍在误差范围内 选民们对两位候选人的表现充满期待 尤其是在摇摆州的选票将决定最终结果 哈里斯在竞选中面临着来自不同群体的挑战 尤其是曾对他的政策表示怀疑的工人阶级和阿拉伯裔美国选民 而特朗普则继续利用其强大的支持基础 强调边境安全和移民问题 试图在经济困境中赢得选民的信任 CNN报道 乌克兰面临着自战争开始以来最强大的俄罗斯攻势 乌克兰军方首席指挥官警告称 俄罗斯在东部顿巴斯地区的进攻势头正在加快 尽管乌克兰军队努力抵挡住这股攻势 但俄罗斯在过去一周内对乌克兰进行了超过900次的轰炸 造成了严重的基础设施损毁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空中防御支持 强调如果得到足够的外部援助 这些攻击本是可以避免的 他指出 俄罗斯的攻击大部分针对平民和关键基础设施 乌克兰正面临个艰难的东间 要后一外斯进一步强调了 泽连斯基对外界援助的迫切呼吁 他表示乌克兰在过去00次轰炸 俄罗斯的攻击主要集中在民用设施和关键基础上 泽连斯基指出 缺乏足够的国际支持 使得这些攻击成为可能 尤其是在长城打击能力和有效制裁方面 他呼吁国际社会给予乌克兰与其他自由国家一样的安全保障 认为乌克兰应当获得与其合作伙伴相同的强大安全支持 随着美国总统选举的临近 乌克兰的未来政策也将受到影响 哈里斯和特朗普在对乌克兰的支持上存在明显分歧 阿斯顿维拉 推出大量的世度 这期节目中将将被向奉务解放入 阿斯顿维拉从上周意外输给水晶宫的阴影中走出 热刺在卡拉宝杯中以二到一战胜漫成 主教练安吉波斯特科格鲁 希望这场胜利能为球队带来信心 帮助他们在联赛中争取更高排名 阿斯陆维拉目前在积分棒上名列第四 与阿森纳同分 球队在过去七场联赛中保持不败 展现出强劲的竞争力 尽管热刺的表现起伏不定 但他们希望借助劲气的胜利 重新找回状态 争取进入下赛季的欧冠司格 德意志之声报道称 法国成为第一个允许反对乌克兰战争的俄罗斯士兵 入境的欧盟国家 这些士兵在逃离战争后寻求政治庇护 亚历山大是其中一名士兵 他曾参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 但对战争感到震惊 必选择逃避 在经过哈萨克斯坦等国的辗转后 他们终于获得了法国的庇护 人权组织估计 自2022年战争爆发以来 已有超过25万名俄罗斯军事征兵者 寻求在其他国家的保护 虽然法国对这些士兵进行了背景审查 但他们的禁语仍然引发了对国际法 和人道主义保护的讨论 多伦多星报探讨了安大城首相道格福特的政策 认为这些政策有时显得荒谬 甚至可以被视为一种讽刺 文章提到 福特对自行车道的反对 与省内日益严重的骑行者死亡事件不符 反而可能加剧交通拥堵和经济损失 自行车道不仅能提高通勤效率 还能促进经济活动 然而福特的做法似乎与这些目标背道而驰 作者借用柏拉图的理想国 来解释这种荒谬的政治行为 认为福特的决策可能是在夸张的方式 让公众意识到现状的非理性 从而引发更深层次的反思与讨论 《纽约时报》报道 乌克兰军队在东乌克兰的失地速度 达到了多年来的最快 数千名北朝鲜士兵的涌入 使得这场欧洲最残酷战争的局势更加复杂 与此同时 俄罗斯对基辅的无人机袭击不断增加 导致平民伤亡人数日益上升 乌克兰正紧张地迎接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 前总统特朗普与副总统哈里斯 在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及北约的角色上 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怨激 乌克兰官员们希望在这场政治斗争中保持中立 避免影响来自美国的军事支持 而特朗普对乌克兰的负面看法让人担忧 他可能会迫使乌克兰接受不利的和平协议 DBC则关注拜登即将离开白宫后的生活 拜登的家乡是爱尔兰和特拉华州 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 特拉华州的居民对拜登未能连任感到愤怒 尽管他的支持者们承认 81岁的拜登在竞选中显得力不从心 教会的成员们反映出家庭因政治分歧而产生的裂痕 显示出美国社会的政治分裂 尽管如此 拜登与爱尔兰的深厚联系仍然存在 他的总统任期内曾积极推动爱尔兰的经济投资 尽管选举中爱尔兰裔美国选民的影响力逐渐减弱 但一些人依然认为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至关重要 纽约时报还报道了美日野兽在新任领导下的重振计划 两位媒体高管在曼哈顿的一家餐馆 讨论对这家亏损新闻网站的雄心壮志 然而他们也面临着来自团队的抵制和技术问题的挑战 新领导层提出了一些故事建议遭到记者们的质疑 显示出新旧观念之间的摩擦 尽管他们对提高网站的观众和订阅者数量感到乐观 但内部的不和谐和对新方向的抵触 给他们的改革之路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容 是六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com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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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